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绿度母在藏密之中 是一位旧式的大菩萨 他坐在莲花座上 依其本事 绿度母因慈悲天下众生 伤心时掉下眼泪的变化身 所以是最慈悲的 他的法相如慈母一般 随时去拯救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的右手靠在右膝上 掌心向外 是与怨印 且持莲花 是将莲花施予天下的意愿 左手 持一只盛开着的莲花 莲花上又有两朵莲花 一朵未开 一朵半开 均意味着 未来 现在 过去三世 均是如此地依止着佛法的誓愿而行 度母 取义旧度无量众生 急切有力 凡能意念度母名号者 必得诸佛大家持力 能从种种的灾难恐惧中解脱 免出三有的痛苦 因度母之愿力 当世间越拙劣 则其旧度之力越快速 催灭魔君之力越强 度母是极诸佛菩萨的事业 功德之本尊 修持绿旧度母法 有以下三种殊胜 一 改变自心 达于慈悲的旧世心 转成不生不灭的大菩提心 二 从此民心渐性 其净土即是长极光土 三 一切世间福慧均可成就 先一向而得世间福报 后离向而得初世间净土 其请文 我与有情众 致臣坐其请 圣尊绿度母 拔除受障难 财福及智慧 所求皆如愿 绿度母念诵法 观想 莲花及月轮上有当字 由当字 变成乌巴拉花 由乌巴拉花放光利益有情众 光回射化为绿度母 身子清绿色 一面 二臂 右手与愿印 象征失于一切众生无畏 慈悲满愿 左手当胸 以无名指和拇指持乌巴拉花的花精 右脚伸 左脚趋 坐莲花座 右足踏在莲花上 表示随时准备起身 救度苦难众生 身世天衣 种种宝石 备有月光 顶世不空沉旧逢 右脚趋 顶世不空沉族 好 大力 好 pegar 大力 好 大力 大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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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